常常看到有许多人 他们病得医治 感谢赞美主 也谢谢那为他祷告的人 今天我们来看圣经 马太福音15章29节 自己讲到耶稣离开那地方 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 就上山坐下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 带着瘸子 虾子 哑巴 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 都放在他脚前 他就治好了他们 甚至众人都稀奇 因为看见亚巴说话 残疾的痊愈 瘸子行走 虾子看见 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 今天我们看到有些人他得医治 我们献上感谢 那为他祷告的人 我们觉得也很棒 但是不要忘记 这些神迹呢 是要彰显什么 这些神迹乃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来 不论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什么神迹 不是彰显我们自己狠行 也不是我们祷告的人有什么样的能力 乃是权柄在于神 乃是要将荣耀归于神 这些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 病得医治人 各样的病症得到医治人 他们就将荣耀归给上帝 今天我们在教会 我们教会生活里面 不论有谁病得到医治人 不要忘记了 将荣耀归给上帝 归给爱我们的耶稣 当你为人祷告了 他们病得到医治 不是你有什么多么行 什么是神迹啊 神迹原文的意思就是 神的大能 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 我们为人祷告 有人病得医治 我们献上感谢 但是不是将荣耀归给自己 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么行 乃是要将荣耀归给神 同样的 我们在服侍别人的需要的时候 也是一样 不是我们有什么厉害的地方 这些百姓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将荣耀归给上帝 我相信我们在服侍的当中 可能别人对你有夸赞 对你非常肯定 但是不要忘记了 我们要一起将荣耀归给上帝 归给那爱我们的耶稣 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 我们都一起来服侍神 让神的家得到神荣耀的彰显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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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后三期见